我其实挺喜欢北京这个城市 我刚来那年以后 其实一个人都不认识 后来慢慢慢慢续续的都认识了好多人 我们身边多了好多朋友 俱乐部也是 现在第八年俱乐部也一直给我合同 北京也算是我的家一样的 大家好 我是票城 很高兴加入北京国安队 我会努力希望球迷支持我 2011年 票城加盟北京国安 那年他22岁 就挺开心 就能上更上一场楼市人在中小厅 一晃七年 七年的时间200场比赛13里进球 回首过往 谈起成长 谈起责任 这个嘻嘻哈哈的颜边大男孩 也展现出了成熟沉稳的一面 来国安今年是第八年了 那你印象最深的一场球是这场 印象最深的应该是在亚冠吧应该 跟日本打的时候 决杀那二比一进的球 挺溜 哈哈哈哈 我觉得吧 现在我也年纪也不小了 然后现在也快 没几年我也应该快退役了吧 能踢的时候好好踢 然后主角练也说了 主角练刚来的时候也跟我说 这个其实训练的那个身体素质啊状态啊 其实跟不上就球队 然后你得重新那个 16年我上任的时候 你重新回到16年之前的那种状态 然后他跟我一起 他说带我能 能走到那个巅峰的那种 每天体能教练也是什么 康博士也是带我家练 承担责任我现在也有一点 也有一点嘛 可是最大的就应该是 先把我把我的好的表现 给那个给年轻球员多看一看 让他们能自己能体会到 现在老队员也这么努力了 虽然你老是在微博上 老说自己还是个孩子什么的 但其实也有那种老队员的悲击意识是吗 偶尔身边的人给我洗脑 谁给你洗脑 好多人 就是跟你说你老了是吗 那你觉得生活上角色的转变 对您心理上有没有什么变化 变化的话 其实没什么多变化 其实更稳定吧 其实刚生下来的时候 没什么那么多 什么兴奋劲啊 可是现在慢慢慢慢他也长大 稍微能活动什么走啊爬啊 稍微叫啊那时候 人家慢慢看着越来越可爱 还是现在在眼前的时候 对对对 多久不见了 就咱休息的话能见一次 不想到吗 其实刚生出来的时候没什么反正 说什么我朋友刚生出来一个 然后也是个孩子 儿子 他说啊天天啊 我想想我儿子想我 我怎么没有那种感觉 可是现在确实很想着就 一旦训练结束了我想看看 起来的话就想看看 也是儿子吗 我呀 女儿 谁说我儿子的 哈哈哈哈 我朋友那是 其实嘻嘻哈哈 其实那时候我应该是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能自己评价自己 聊起来人人都有苦 你 你巴一个的话 稍微要开心一点的巴一个 其实也挺好的 以前龙哥跟我说的 做好自己就行了 没别的 努力行吗 我努力派啊 欢迎大家来 公体参加我的二百场仪式